荷蘭第二大城路特丹 惊傳槍響 由一名32歲槍手 先是闖進了一處民宅 殺害一對母女之後 又闖進一家醫學院 開槍殺害一名講師 槍手行踪之後 還在現場縱火 而警方表示 他是一名醫學院的學生 目前已經就待 民宅玻璃碎裂 屋內冒出濃濃黑煙 醫護人員在屋外人行道 搶救傷患 這間民宅不僅遭人縱火 住戶還被槍殺 施發在荷蘭第二大城路特丹 當地時間28號下午 一名32歲槍手 先是在一處民宅 殺害一名39歲婦人 以及她14歲的女兒 縱火後又闖進 伊拉斯姆斯大學醫學中心 殺害一名46歲男性講師 犯案後同樣在現場縱火 當局火爆派出多輛消防車 前來滅火 我們知道 那輛車在車廂 所以我們突然去外出 槍手就在院內 教職員請民眾 紛紛高舉雙手逃出戶外 醫護人員也參扶病患撤離 現場情況危急 就怕再傳輸更大傷亡 和槍實彈的警力 隨即衝進現場 案發後大約一個小時 就在醫院附近 將嫌犯逮捕歸案 警方說 嫌犯是醫學院的學生 被捕時穿著防彈背心 口袋還插著一把槍 至於犯案動機 還有代理清 曾偉人編譯 根花 tab ネ